- 難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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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什麼要在小孩邊一直動手啊? - 難難的 - 小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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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喔 - 覺得自己做的是對比嗎? - 不好意思喔 - 難反喔 難反喔 - 嘿 - 嘿 - 這邊 - 難吧 可能是 - 難的 - 難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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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難的 - 難имо - 難 Player 難的 - 難… - 難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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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 - 難怪 - 難問題 -漫 - 按 擰 大安區餐廳外爆發火爆衝突 引來關注 因為他們都是網紅 超哥突然抓狂 氣得先動手襲擊直播主 從原型到搭到餐廳內 周邊有人嚇得尖叫 還有人怒吼不要錄影 但當下原型Toys遭就正在直播 過程全同步播出 被不少網友截錄 夾區警方獲報干道場 只見Toys相當虛弱憔悴 坐在地上衣服還被扯掉 他在裡面開直播 然後可能講得不好聽 然後被打得很兇 裡面坐的時候氣氛就不對了 兩人昔日恩怨不斷 這次就在超哥投資的日式餐廳外 超哥徒手襲襲Toys 超哥也自己錄下一段音檔 講出動手原因 我跟你們說如果你們覺得這樣子還不到惡意批評的話 那我也不知道什麼叫惡意批評 Toys這樣的評論其實我個人認為 這是為了挑剔而挑剔 但他講話的每一字每一句其實都非常的尖銳 批評到人家體無完膚 那你都語帶挑釁又情文打吼 你覺得我家的東西不好吃 你不要來拍就好了嘛 我也以理相待了 也不讓你買單了就出去 門口還要講一些有的沒有的 警方指出Toys頭部受傷 對超哥提告傷害罪 超哥被依準線刑犯逮捕送辦 東森新聞綜合報導 剛你看到兩人爆發了肢體衝突 其實兩人之前就已經有恩怨了 因為之前他們曾經因為這個超派雞排之間引發了爭議 不過本來大家都以為和解的現在再度爆發口角 甚至還變成了社會案件 目前超哥還在這個派出所 最新消息馬上請趙玉潔帶我掌握 好主播這起案件要從昨天晚上一場直播來說起 當時是網紅Toyce Lee他開著直播到一個全台 號稱他最有錢的Youtuber超哥的餐廳來用餐 那當下呢Toyce Lee他是在直播說中了中說了 這醋飯好像不太好吃 甚至說還有批評說其他的菜色也都不太優質 那當然Toyce Lee他說的這些話呢 都直接被直播出去了 這惹得餐廳的經營者超哥非常不滿 所以呢當下他們雙方是到餐廳外的時候 一樣在討論說餐廳用餐的狀況 沒想到超哥他先是動手出拳 轟打Toyce 那Toyce他當下呢是說他感受到非常多人在打他 那經過警方調閱監視器發現呢 其實Toyce他旁邊有圍了八男一女 那其中呢除了超哥他有動手之外 還有超哥的另外一個朋友又出腳來打Toyce 所以Toyce他現在的傷勢呢 他的頭部有十幾公分的縫針的傷口 那甚至他的胸部背部等等呢都有一些傷勢 所以目前的最新進度是Toyce說 他要委任律師提告超哥包含四條罪 什麼罪呢 傷害罪 殺人未遂 還有恐嚇 違反組織條例等等的這四大罪 就是要控超哥來控告他說 欸怎麼我去你餐廳直播你怎麼就動手打我們呢 那其實針對剛剛這件事情啊 超哥他昨天晚上呢一整晚都在警局睡覺 都在警局沒有回家睡覺 他當下呢從這個剛剛八點半被送到分局的時候呢 是問他說他身為一個YouTuber 竟然在直播中動手打人 有沒有要對社會大眾道歉 有沒有要對Toyce道歉 不過超哥他全程都是不發抑鬱的 那麼目前Toyce他已經出院了 他會不會他今天有最新的司法動作來提告呢 後續將持續為您掌握 嗯 這個東西狗不吃 你妹妹要吃 我們掌聲歡迎神秘嘉賓 超派雞派 超哥 最新的司法動作來提告呢 當然是 我們現在是 超過了 ür pissed 哇 我們應該換位置了 但是在開始之前 我也想要先打個預防針 就是我其實今天早上 11點半就到這裡了 所以我可能等下冷場什麼的 就不是我的問題 可能是賀龍的問題 好不好 不會不會 你再絕對不會冷場 我們等一下一乾就說 超派 講真的 我跟你講 就是我本人 就是賀龍這個自然人 我是你的大粉絲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都說我們喜劇演員超嗆 我們每次惹怒人馬上道歉 但你不會馬上道歉耶 你很有個價值耶 你是我的英雄 就是要醞釀一下 不然那個道歉沒什麼誠意 馬上就來 我擺平就是來開玩笑的 但是我拖一下 嗯 好像想道歉喔 好像又不想道歉喔 那種感覺 那個味道要出來 OK 因為今天大駕光臨啊 我送你一個禮物 我想了很久 因為感覺你什麼都不缺 會來爬最近的新聞 我缺錢 缺錢 沒有 你更缺感謝狀 這個很有用喔 感謝Toys 謝謝謝謝 想說你之後應該還用得到吧 應該是用得到 那如果我是什麼走鐘掌 這個緩刑我頒給你了 我想說 你喜歡吃炸的 我帶了一些超派雞排來 所以你現在是要來實驗一下這個東西狗吃不吃是嗎 我沒有最新的雞娃娃在旁邊 我來我來我來 應該很久沒吃了吧 是有一段時間 畢竟是狗嘛 對不對 我先問你這個出遊正常嗎 嗯這個東西狗不吃 你妹妹要吃 你妹妹要吃 可以啦 人吃啦好 人吃狗不吃而已 請幫我把賀龍的項圈拿進來 謝謝 我覺得是太乾啦 就是要配一些喝的 我只買到這種 廉價飲料 你就將就點喝 經濟死壞 便宜又大碗 CP值啦划算 划算划算 這個狗會喝嗎 喔這個狗很喜歡 所以你在吃超派雞排之前 你對超哥是完全沒感覺 是沒什麼感覺 應該說 他塑造出來的人生就是非常有錢嘛 唯一的感覺是 喔好有錢喔 那其他沒有特別的感覺 那吃完之後 你對他感覺怎麼樣 應該大家都知道了現在 我這樣問好了 鍾培生 館長 超哥 這三位 喜歡的排序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